1467年 日本發生了第一次的東西軍大戰 為了奪取第九代爭疑大將軍的正統繼承權 而爆發的全國性內戰 應人之亂導致幕府的政權開始衰落 日本正式進入了戰國時代 在這動盪的時代中 各地的大明開始擴張自己的軍事 不同的勢力開始互相吞拼 將軍淪為傀儡 下課上的情況隨處可見 無論是誰都會想在這亂世中分一杯羹 甚至是奪取天下 正所謂實勢造英雄 於是各種戰神猛將 攻向在這群雄格局的時代中 戰國最強本多終聖 天才軍師足中半兵位 亂世謀神增田昌信 而在各種大大小小的戰役中 其中一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便是川中島合戰 被稱之為越後追龍的上山謙信 與假匪之虎 武田信玄 他們之間的愛恨情仇 便是戰國時代中最有名的其中一段故事 而在後世的歷史小說中 卻有上山謙信 其實是女人這個有趣的想法 先不說這觀點是否正確 因為經過後世流傳的故事或多或少都會有加油天作 甚至是腦洞大開的情況 不過在Fray的世界中 上山謙信也就是腸尾筋骨 還真的是以女性的身份回應召喚 所以我們這次主要是去了解 行樂世界中的腸尾筋骨 從中了解這位英靈的故事 甚至是背後的傳聞意識 而同時接下來的解說可能會有雷 請大家爭作觀賞囉 長尾筋火 出生於月後的春日三城 父親是月後守護帶的長尾維瑾 也是其中一名很有名的下課上的尖雄之一 掌握了月後國的軍事實權 但在父親維瑾病逝後 月後豪族便開始倒戈叛變 由於繼承加多的哥哥秦敬 身體病弱無力平亂 年僅14歲的五千代 也就是禁虎只好率兵守成 後世稱之為立尾城之戰 其後更向敵軍發動騎襲 出陣便拿下首勝 充分展現了金武優秀的軍事能力 隨後更繼承了月後守護之位 甚至升職為關東管嶺 在戰亂的時代中創下了 屬於自己的英雄事蹟 不過Frey的世界卻大膽地把長尾金武設計為女性從者 並且以Lanza之間回應召喚 在歷史中的長尾金武 背後是誘為月後之龍 其軍事作戰實力 可以用軍神來形容 那麼在FGO裡面 他又是如何呢? 職業1 命運在天 支撐藍卡性能提升30%一回合 同時即星度提升500%一回合 CD7回合疊滿5回合 作為一名藍卡單體輸出手來說 藍放以及即星技能 對於有即星下修正的Lanza來說 這可以說是再也方便不夠的技能呢 雖然技能時效短只有一回合 但是技能CD只有短短的5回合 讓這名從者擁有一定的爆發能力 同時這個技能也代表著 作為相信皮殺蒙天的錦虎 對於戰場的動向有強烈的質感 而這並不只是因為他強大的判斷能力 而是皮殺蒙天對於錦虎的護佑 讓錦虎能夠把一切的迷亡都寄託於天 形成強大的絕斷能力 聽天命禁天室 在1576年錦虎為了壓制信長的軍事擴張 便率軍進攻位於加賀的七尾城 原本一守南攻的七尾城 在錦虎的速攻之下 附近的支城全線崩盤 孤立無緣之下 七尾城最終落入錦虎手中 原本的信長可以說是強欲連連 所有能夠威脅到信長的人 不是早死就是老馬 唯獨錦虎不受影響 日本外史記載 原本作為援軍的柴田聖家 卻因為加賀的一向一魁而難以行軍 同時聖家與秀吉在軍役上的不合 導致秀吉擅自撤軍 再加上從永久秀同一時間的叛變 讓信長不得不慌忙撤軍 而錦虎則是看著信長狼狽的樣子 笑得何不容嘴啊 這個樣子 鎧鎧在心 技能2 鎧甲在心 自稱迴避一回合 同時MP獲得量提升30%一回合 CD7回合 疊滿5回合 首先迴避不綁儲放或者輸出技能 就讓這枚從者在技能的使用上相當順手 同時讓他擁有一定的生存能力 再者技能CD短 可以說是相當不錯的複合性技能 而這技能也代表著 錦虎對於自己的身手有相當大的自信 原本生前愛好喝酒 無論是宴會上還是馬上 甚至在子彈橫飛的戰場上 也能在敵人的面前悠哉悠哉喝起酒來 這對自身敏捷的絕對自信 並昇華成對飛行道具的迴避家戶 只要他本人覺得子彈不可能射中他 便會引發視像操作 自身就絕對不會被射中 不過如果射擊的氣勢 讓他認為有可能被射中的話 很有可能可以擊破這個傢伙喔 技能3 攻擊於左 我方全體攻擊力、爆擊威力 以及打心率提升20%3回合 CD8回合、疊滿6回合 全面性的攻擊、打心以及爆擊威力的提升 再加上技能1的集星以及除放能力 讓這枚從著技能組 效果與效果之間環環相扣 雖然能力的提升幅度高 但是技能的效果沒有任何意思 雞肋之處 讓吉虎成為一名極為實用的角色 而這個技能也說明著 生前經歷70多場合戰的吉虎 龐大的戰鬥經驗讓他在戰場上擁有強大的 戰術性直覺能力 當中最有名的便是 第四次川中島合戰中 吉虎識破了武田信玄的軍師 三本看著的著目了戰法 先發之人並趁早上起務時 突擊武田軍的本陣 持用車旋之陣 並且單槍匹馬殺入陣中 砍傷武田信玄 並且在混戰中斬殺了武田軍多名將領 包括迅玄之地、武田信玄以及軍師三本看著 戰國軍神這個稱號 真的不是蓋的 皮天八項車旋之陣 藍卡對敵單體寶具 同時賦予攻擊強化解除 以及暴擊威力下降三回合的效果 寶具的技術高達8HIT 同時配合技能1的藍放以及技能2的NP率 能夠達到打星暴擊、寶具2連的效果 同時寶具的攻擊強化解除 可以解除一些恐怖的連續傷害BUFF 或者暴擊堆疊 間接提升全隊的生存能力 寶具與技能組之間的相信十分優秀 同時又能夠免費寶武 使用價值相當的高 在寶具演出中 長尾金武騎上愛馬 放生月毛 快為完全武裝的騎兵 並且變出8個分身 進行輪流攻擊 可以說是一個人的車旋之陣 而這寶具正是金武最有名的陣法 由騎兵隊所組成的襲擊部隊 側面包圍並且懸繞敵軍 軍馬奔馳所產生的沙塵 指揮正中心的敵軍 產生巨大的心理壓力 整個陣型如同車輪轉動 阻止敵軍追擊和撤退的同時 進行多次且連續的騎兵攻擊 可以說是騎兵陣中最具殺傷力的陣法 但單論打仗的實力和戰法的運用上 長尾金虎可以說是日本戰國時代中最強也不為過 一生中經歷71場戰役 而結果是61勝280平手 勝率高達95%的金虎 唯一能夠跟他稱得上騎逢敵手的 只有甲匪之虎武田信玄 不過就算是信玄也遜色於金虎不少 那為什麼金虎沒能夠在當下做到統一天下呢? 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因為金虎當時並沒有野心 當時的他比起統一天下 更吹向平定戰爭守護日本的存在 在1551年金虎平定了同族的內亂 統一越後國 次年幫助山內上山家擊退北條士康後 並應該順勢接手山內上山家的實力才對 可是金虎卻沒有這樣做 同時以當時的軍事行刑來說 位於一守南宮的春日山城的金虎 擁有豐富岩產量以及平地優勢的他 卻沒有野心吞拼附近的弱小大名 例如位於嘉賀的神寶家 也沒有攻打能夠制衡日本東北部的偉明家 幫助上山家奪回平井城後 踏入關東上野的他 卻沒有進一步進攻北條 而是選擇與武田家拼個離死我活 展開了長達10年的川中島核戰 正所謂最大的敵人也是最強的助手 如果當時金虎選擇與信玄同盟 雙方先各自支配附近的勢力 把進擊、中部以及關東諸國列入麾下 再決一死戰也來得好啊 當時的長尾金虎以及武田信玄 各自都有實力把信長打得頭破血流 金虎唯一一次跟信長交手的手取川之戰 直田軍不戰而敗慌忙落跑 信玄當年面對的直田德川聯軍 也就是三方元之戰 信玄不但能夠殺掉家康的替身 而家康在撤退時 更被武田家的襲擊嚇得失禁 是真正的打出翔來啊 無論是信玄還是千姓 都有一統天下的實力 可惜的是雙方都選錯了對手 最終迎來了兩敗俱傷 而謙信的慈世詩也有說到 四十九年一睡夢 一期榮華一杯酒 人生如夢 命如櫻花 就算理解自己的過錯醒悟過來 一切都已經凋零泄露 就算擁有皮沙門天的護佑 也難逃生死的命運 不過與生驅來的強大 戰場上戰無不勝的拘虐 以及壓倒性的領袖才能 如果當時能夠更有野心 更具備人的慾望的話 或許最終一統天下的 不是德川家康 而是身為皮沙門天的化身 上山前信 魔王信長 神物を恐れぬ破壞者とは 暫時能與你爺爺的 葼求人物的 你僅住 與阿俊 詞爸 伍曲 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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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